老人人口数33万多 11点多已经将近12%的老人人口活力 我们预计在4年可能会将近到40万 14%这样的一个人数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服务的一些规划 真的是加强的部分真的是客户容缓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对于高雄市老人家的一些照顾的需求 其实我们会希望强调在各区都能够获得老人家所需要的一些照顾服务 因为现在我们有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 其实不只是高雄市 其实全台湾大部分的老人家都希望在他晚年的时候 是在他自己熟悉的家中或是社区里面获得他的生活的一些照顾 所以我们再来的这些目标重点 主要就会针对在社区的一些日间照顾